好 這個影片要來講這個使用Ten Data來傳遞資料 那上一節課我們有學到了這個Fuel Data跟Fuel Bay來傳遞資料 那這一節再來介紹一個 其實它的用法跟這個Fuel Data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它們兩者的差別在於Fuel Data跟Fuel Bay 它的生命週期只有當下那一次的Request 但是Ten Data它可以說在下次這個Ten Data被讀取前這個值都會還存在 那也就是說利用這個特性它可以跨Request或者是跨Controller去傳遞這個資料 也就是說這個值在它被讀取之前就是好幾個Request 只要它還沒有被讀取這個值都會一直在 直到你下一次讀取這個值之後Ten Data的值才會消失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基本用法 那它的基本用法基本上跟Fuel Data是一樣的 我這邊有已經先建好了一個Pay的Controller的 這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範例 那我這邊先設定一個Ten Data Title的值 說這個是一個Ten Data傳遞的資料 好那接著我們要怎麼樣讓它在畫面秀出來呢 我們就在這邊加一個小老鼠我們就用這樣子 基本上這個Pay這一頁應該就會有這一個值出現在畫面上 按下啟動不增錯 那我們來打一下Pay這一頁有沒有看到這個用法跟Fuel Data是一樣的 我們就會簡單的在Controller設定好值之後Fuel這一頁就會把它顯示出來 那這樣子我們看不出來它跟這個Fuel Data或Fuel Bay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來跨Control的跨Request來做一個示範 怎麼樣來示範呢 我們就把這一個Pay的這個值先拿掉 就不顯示任何值 然後我們在Home的Index隨便找個地方擺上這一個Ten Data 然後是Title的這個值 好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流程喔 我們現在Pay的Index是沒有任何的值 那利用我們剛剛講的特性 它是被讀取之後才會消失 所以說我今天在Pay這邊先設定好這個值 之後我在Home的這個Index才把它讀出來 那畫面就會是怎樣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Pay這邊 我已經把值拿掉了 所以我這邊設定好值之後是還沒有被讀取的 好接著我們回到Home的Control的這邊來看一下 畫面上是不是有值可以秀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邊就秀出了 我在PayControl的這邊去設定的這個值 這邊把它顯示出來 那好剛剛有說過了 它顯示出來之後就會消失 所以我們這邊再做一次重新整理 有沒有看到值就消失了 直就消失了 直到我們下次去設定之後 再回到這個Home這邊值才會出來 所以說它有一個這樣的特性 就是它在下次被讀取前都不會消失 只要一讀取之後再去秀這個值 這個值就會不見了 那我們這邊Pay這邊設定好之後 我一直在這邊 但是我都還沒去讀取到我剛剛設定的值 好我已經按了好多下 再回到Home有沒有看到剛剛設定的值都還在 但是我們再進來一次之後 就是再讀取一次之後 就是再讀取一次之後 值就消失了 那它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那這個剛剛講說 這是它一個預設的這個特性 簡單來說它預設就是在某次的request上 如果這一次request你有去讀到這個值的時候 那這個設定的值就會被消失 那既然講說是預設 那代表說是不是有種方法可以改變這個特性呢 沒有錯 我們可以下keep這個值 然後你要keep哪一個參數 它下載 下載哪裡呢 我們就下載Home的這裡 因為我們今天是進來這個index這一頁 但是我們進來之後 我們要做一個設定說 我雖然這一次request讀了title的這個值 但是我下次還想讀 所以我這邊就下了一個指令 這個指令下下去之後 下次都還會在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一樣我們先去pay做一個設定 那設定好之後我們回到home 有沒有看到直秀出來 但是我們這時候一樣做重新整理 有沒有看到直還在 那直還在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在home的index control的這邊下了說保留 保留到下次被讀取之後還在 但是這個保留是只有保留到下次被讀取 如果你是下下次就會不見了 什麼意思呢 下下次 好我這邊就再做一個示範 我在這個另外一頁又讀取了這個值 但是這個這一頁我並沒有去做一個保留的設定 那這樣子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一樣先到pay去設定值 設定好了之後 我們在這邊home這邊讀出來 那在home這邊做不管做幾次重新整理 他都會在 因為在home的這邊我們有去做一個保留 但是在這邊我們沒去做保留 但是我們在這一頁一樣把它讀出來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有沒有看到讀出來了 那這時候我再回去home這邊 就會發現值消失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這一頁讀出來了之後 這邊讀出來之後 我們並沒有對他做一個保留 所以在下一次之後他就消失了 因為我們沒有叫他保留 那在index這邊會一直出現 就是因為我們有做保留 所以下下次下次下次都會還在 但是如果你下一次被讀取 但是沒有被保留的話 就會不見 所以這個保留是只有一次的限度 一次的限度 好那這是他的一個基本特性 好影片有示範就是剛剛那個示範 他保留只有一次的限度 所以下次如果被圖取之後 你沒有再去做一個保留 他就會消失 那我有看到一個別人的專案 他居然拿這個10data來做這個身份認證 那這種身份認證在20年前的webform時代 是很常見的 就是用session來做一個身份認證 來寄一些使用者資料 寄說你有沒有登錄 就是在我們的城市一開頭這邊 如果這個session存在就代表說 這個使用者已經做登錄了 但是到了這個時代 居然有人把這個腦筋 動到這個10data上面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從剛剛的機制 就很清楚的知道說 其實這個機制並不適合拿來做 登錄身份驗證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登錄驗證這件事 應該是一個長時間需要存在的一個值 那也就是說這個值基本上 它的預設就應該是一個長時間存在的 不太可能會用這種讀一次就消失的機制的一個功能 來去做身份驗證的事 那變成說我就看到他每一頁一直去判斷說 如果這個不是空的話 就讀取到這個值 然後最後他還要再keep一次 每一頁都在做讀取是不是空然後再keep 所以這個很明顯不是拿來做身份驗證這件事情的 好所以這個例子就很好的說明了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用任何東西能運作當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還是要了解一下這個功能的背後的目的 或者他的一些觀念 他到底是應該用在哪裡 不然有很多東西你會有一個誤用的情況 那就造成你的寫法其實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這邊就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tendata跟fuedata還有fuedat是一樣的 他們是拿來傳遞一些比較不這麼重要 而且很直覺的東西 像是身份驗證這種東西其實還蠻重要的 你不應該把它存在tendata 那明顯是不適合 所以我今天這邊來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什麼例子呢 比如說我今天我們買東西 我們可能會用很多種付款的方式 可能用ATM轉帳 可能用LiPay付款 那我可能就會有兩個不同的方法去處理說 如果我今天ATM我就走左邊這個方法 那LiPay我就走右邊的這個方法 但是最後付款成功的那個畫面 基本上大家都要回到同一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我可能可以秀一些資訊說 你剛剛是用了什麼來完成了付款 然後付款是成功的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可以利用這個例子 來舉一下tendata大概可以用在哪裡 好那這邊的話我就 我有寫了一些東西 我就直接複製 好那這邊的方法我寫了什麼 除了第一個這個之外 我有一個ATM的方法 那這上面可能就寫一些 一些付款的這一些程式 那最後可能EVS最後如果成功的話 我這邊當然是假設一定成功 如果成功的話 我就在這一個tendata留下說 我今天是使用ATM付款成功 這邊還有個LiPay的 那LiPay可能就有一些LiPay的付款的流程 那最後這邊是假設一定成功 我就留下了這個LiPay 那最後我這兩個都導向了這個 付款成功的頁面也就是這裡 也就是這裡 那最後我再return一個fue 就是付款成功了 的頁面給他秀出來 我們這邊先來寫付款成功的頁面好了 在這邊 好這是付款成功頁面 我就很簡單 就秀出付款成功的字樣 那這邊我有一個小小的超連結 就是連回這個付款的頁面 好那所以說這邊的 這邊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利用他的特性 這邊我在付款成功頁面 有讀出了這個值 所以當你下次沒有經過付款 又讀了這個頁面的時候 這個值其實剛剛被讀過了 所以會變成空 那如果是空的話 我就覺得你剛剛其實已經到這個頁面了 所以你在不小心回到這個頁面 或者是你故意回到這個頁面 我就把你倒回付款的這個頁面 這邊應該沒有很難理解吧 那我們就來再寫一下付款的這個頁面 我們這邊簡單的寫了一些東西 寫了什麼東西呢 有兩個連結 一個是去ATM付款的頁面 就是我點這個連結會到ATM 然後最後再回到這個付款成功 然後我點這個連結會到LightPay的這個Ctrl的 最後他要倒回 這裡有一個特殊的就是 倒回哪個方法 倒回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如果今天 因為我這邊設定了值嘛 所以這邊一定不為空 所以他會回傳這個Fu 那這個Fu會回傳哪一個 就是PayOK 因為我這個方法叫做PayOK 所以他會回傳這邊 那回傳之後我就把這一個 剛剛設定成功的字樣給秀出來 那如果說你今天在這一頁做一個重新整理 那因為剛剛已經秀出來了嘛 所以這個值就會變成空的 所以如果你在Refresh一次 他就會又回到最初的我們付款的頁面 好我們就直接實際來看一下整個運作流程 那我就到那個付款頁面 好有兩個連結 那我今天點ATM 點下去之後 導到了PayOK 那其實剛剛那都是一瞬間的 所以我們感受不到好像直接就來到這邊 其實我剛剛點下去ATM 這一個連結之後 點下去之後 其實是先來到ATM這個Controller 然後執行一些付款程序之後 我留下了使用ATM完成付款 最後他導向了PayOK的這個頁面 那因為剛剛已經設定這個值 所以這個值不會是空 最後回到Fu Fu就是這裡 然後就秀出我是用什麼東西付款 好那回到這個頁面 那如果我在進一次這個頁面 會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讀出了這個值 所以這邊會是空碎 會被強制倒回付款頁面 我們這邊就重新整理看 看好重新整理 有沒有看到他直接就被踢回 我這個付款頁面 那我用LiPay付款 一樣就會顯示LiPay成功 然後我這邊再Enter一次 直接被踢為頁面 或者我這邊再強行過去 一樣都直接被踢為這個頁面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很好的利用這樣的一個特性 我這個值讀完一次之後就會是空的 那如果是空的 我就代表說其實你這一頁你已經看過了 所以不需要再讓你看一次 所以我就直接把你踢回原來的付款頁面 或者是其他首頁之類的 所以這個例子就很適合使用tendata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的特性 讀完一次就成功 那如果是空的就代表說沒有設定 你隨便亂進或者是你剛剛已經看過了 所以我就把你倒回首頁之類的 那這個例子雖然很簡單 但是他卻很好的利用這個tendata的特性 來實現這整個的運作流程 所以可以看見這個例子在tendata扮演的角色就是 他就是一個單純提醒 提醒這件事說你剛剛是用什麼付款 然後付款的成功了 那所以這類的很簡單的事情 而且很單純的事情 其實就很適合用tendata 而且他又跨了 可能付款程序沒那麼簡單 跨了好幾個request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希望在好多個request之後 還能夠秀出你剛剛設定那個值 那我們就很適合使用tendata 然後秀完之後你就不希望他再秀了 那這個tendata就是你最好的這個選擇 那今天的這個 使用tendata來傳遞資料 那我講的東西我都會想說要舉一個例子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如果你沒有例子 你會很難想像說他到底用在哪裡 或者是像這個不太小心你就誤用了 把它拿來做身份認證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功能我都會盡量舉一個例子 來告訴你說這個大概是要用在哪裡 讓你比較好吸收 因為觀看功能你可能沒辦法吸收 你可能看過就忘了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用在哪裡 所以你很容易就忘記了 所以之後的功能介紹 我基本上都會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來做一個示範 好那今天的這一個影片就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